科學委員會為主任委員折合等43人獲獎 萬條例規定分別單給各等次的服務獎章以資表揚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台長陳克宇貨班一等服務獎章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館長徐國士貨班一等服務獎章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館長徐國立行貨班二等服務獎章 國立中建文化中心主任蘇州請貨班二等服務獎章 博物獎章 國立科學公盈博物館館長 岩孔森貨班二等服務獎章 弥貨院長 行政院各位部會所長 今天本年代表行政院 頒發本年所屬 機關的所長副所長及政務處理員員 以及檢任12職等以上 同年的服務廠商感到非常榮幸 今年全部是43位受獎童年 對於各位獲獎童年在組織上的付出跟努力 喜歡在此要表達感謝之意 也要向各位受獎的人表達成績的功夫 各位受獎童年的服務公主 都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 多年來變成服務的熱誠 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貢獻智慧和心力 績效卓足 各位後班無獻章 不但彰顯政府以各位為榮的用心 更是對各位在政府單位中 扮演承上幾項 樞紐角色的肯定 回顧過去幾年 我們對外必須面臨 面臨國際經濟不僅氣質 全球化激烈競爭的考驗 對內UBC 面對產業結構未能及時轉型調整 以及諸多結構性改革 此未完成的困境 面對如此艱難的內外環境 我們並沒有被打敗 管老師更加的站穩腳步 大步向前 以陳總統所提出的深耕台灣 布局全球的新世紀國家發展戰略 全面展開提升台灣國際競爭力的施政作為 過程雖然是辛苦 但在全面的努力之下 我們的成果相當的豐碩 副院長及本局旅局長 與受獎人在本院大坑上合影留言 並請各位受獎人 議員 議員 旅行